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说 天国就像一个人 将好种子撒在田里 人们睡觉的时候 仇敌过来 把败子撒在他的麦田里 就走了 当麦子长苗土碎时 败子也长起来了 奴仆看见了就来问主人 主人啊 你不是把好种子撒在田里了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回答说 这是仇敌做的 奴仆问道 要我们去拔掉他们吗 主人说 不用了 因为要拔败子会连麦子一起拔掉 让他们跟麦子一起生长吧 到收割的时候 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 先把败子收集起来 扎成捆 留着烧 然后将麦子存入骨仓 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天国就像一棵芥菜种 人把它种在田里 它虽然是种子中最小的 却长得比其他蔬菜都大 并且长成一棵树 天空的飞鸟 也来气息 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天国就像面教 富人拿来摻在三斗面里 使整棵面都发起来 耶稣总是用比喻 对众人讲这些事 他每次对他们讲话时 都用比喻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我要开口 讲比喻 道出创世以来 隐藏的事 后来 耶稣离开人群 进到屋里 门徒也跟着进去 对耶稣说 请为我们讲解 拜子的比喻 耶稣说 那撒下好种子的 就是人子 麦田代表整个世界 那些好种子 就是天国的子民 拜子 就是那些属于魔鬼的人 撒拜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 收割的日子 便是世界的末日 收割的工人 就是天使 拜子怎样被拔出来 丢在火里烧 同样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人子也将派天使 把一切引人犯罪 和作孽的人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进火里 那时 他们将在那里 哀哭怯齿 那时 一人 要在他们天赋的国度 像太阳一样 发出光辉 有耳朵的 都应当听 有耳朵的 都应当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